字幕文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到要得 我代表维育馆堂 很欢迎今日各位的到来 和大家起起立,向陳博士致敬 同時也很歡迎陳博士來為我們解釋心經的原文 記得我手機教靜音 歡迎大家來到環玉講堂 今天很幼緣就是結一個心經的緣 記住是叫心經 不要說多心經 以前有朋友說佛教的一本多心經我真的很喜歡 我說哪一本? 班藥 啤羅蜜 多心經 還是讀班藥 如果你讀班约代表你外行 这是一个翻译 翻译的翻译困 所以不是读班约 而是读般若 是讲佛教的字 今天 就会是原文解读 这样就是会 清清楚楚 逐句逐句 《多耶波罗默多心经》传文是260个字 而我们读的版本是 唐元庄的翻译版本 如果你搜寻《大藏经》里面 《多耶波罗默多心经》 最少有8个版本 我们平时所识的 所念的 都是唐元庄 俗称唐三藏 《多耶波罗默多心经》 他就精通凡文 其实之前也有的 但是流行本 如果一般人不知道的话 就以为《多耶波罗默多心经》 就只是这个 这个无所谓的 他的意思 都是 中心思想是相同的 我们首先让大家先读一次心经 好吗 记住 是读《多耶》 因为有些朋友不一定是对佛经很纯熟 首先就是《多耶》 在菩萨 行心多野波罗默多时 照见五蕴佳空 度一齐苦压 社利子 色不移空 空不移色 食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浮而恕 而平常伏字 正統古文的讀法 就是亦浮 亦浮如是 这个就比较正宗一点 当现在大家都说亦浮如是 就都知道他说什么 算了 亦浮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 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真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痕色 无眼以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名 亦无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虎杂烈道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浮提撒波 依波野波罗 无无虎杂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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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 波罗多罗 勃多旧 迹雪咒良 揭提揭提 波罗揭提 波罗真揭提 菩提撒婆阿 這個先跟中文讀了 最後解釋時有繁文的翻譯 我會用繁文讀一次給大家聽是繁文的讀法 Gadda Gadda Pala Gadda Pala Gadda Pala Fumgadda Podeshwaha 這個我待會的時候再教大家逐個逐個歌 好看嗎? 這個唐代有個草聖的大師 叫做張毓 寫草書是第一名的 寫了心經的書法 網上一打張毓心經草書就會出來 這個就在碑林裡 經過風吹日曬日曬雨林 總之就是會摩落的 是不是? 看來摩落了一大筆 你知不知道復修的書法是一個很難的事 在這千多年裡 張毓心經爛了很久 有一個人就將他修復了 那個就是陳佩妍 請問容易嗎? 你試一下吧 總之你不要理我 總之我為什麼叫大家多謝? 你平時看當然不知道要寫什麼 但你懂得背心經你就知道要寫什麼了 第一 你是懂得心經那些字 所以當你寫草書的書法家 一定是找一些唐詩 大家都懂的 他才寫草書書法 因為如果不是一寫出來都不知道要寫什麼 但因為你知道首詩 或者因為你知道心經的原文 有些人很多都會背 我只是聽到有些人都很熟悉 或者已經都會背 所以第一 你是自己懂得心經 我已經看到這些字寫什麼 第二 我本身有寫書法 而且我也是有寫草書的 所以就是可以懂得這些字是什麼 知道這些筆劃是怎樣 所以我就將它完成了 將它重新修復了 還在我《觀音心經》這本書裡面 就是做了一件事 這件事 所有圖書館一看到這本書 就立即收藏 就分了起是92頁和93頁 這邊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垃垃垃爛爛爛了的版本 而我這邊就是修復了的版本 修復了之後我還做多了一件事 謝謝 各位觀眾 今天又有福了 為什麼福這麼難找呢 我真的修復了之後 這個呢 重新排好版本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張毓的心經是難了 你看的時候都很好 原來不知道是千辛萬苦 才能修復到 和張毓的書法 就是你看不出哪裏是修復的 總之你不要理我 佛菩薩加持 不單止我還畫了一幅畫 就是畫了一個水月觀音 即是如夢幻泡影 如水中月鏡中花 還有這裏如果近看的時候 手上拿著一支筆 那支筆就是生了一朵蓮花出來 就是中國人的四字詞 叫做 這個死目 有機會成佛 廟筆分花 即是講他那種 張毓是唐蓋草書的第一人 第一人 他叫做草聖 他爭起上來的時候 喝醉酒是用頭髮來寫書法 是很可憐的 所以這個就是極度珍藏本 今天就帶了一聲來 今天就想跟大家結束 我傳給大家看 結束就是很聽的名詞 實際上要付100元 大家拿下去喜歡的話 就拿著一支筆出來 最後就是過來 埋單 隨起隨緣 裏面有我畫了十幾幅觀音 還有我寫的心經書法 大家看不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很好看的 好不好看這個 心經寶探 陳老師寫的 書裡面也有的 今天的開心事 除了這個道理之外 我們還要用藝術來表達 好了 看書裡面慢慢看 看回這裡 開始原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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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這個詞就知道觀音是男性 還是女性 說女性那些就是沒有學過梵文 說男性那些就有學過梵文 數就是單數和雙數都有的 格是書格屬格 有很多文化上的規則 因為我有學過 所以我懂這些 阿瓦洛基塔 就是解觀 阿瓦洛基塔 由於連聲規則 阿瓦洛基塔 黏著阿瓦洛基塔 就變成阿瓦洛基塔 看什麼都有點不同 這些叫做梵文的連聲規則 這裡不是教梵文 讓你知道為什麼 阿瓦洛基塔 和阿瓦洛基塔 不同寸法 因為連聲規則黏在一起 就要變革 總之如果直譯的話 唐玄莊直譯就是觀自在 而河磨羅集的版本 河磨羅集也有心經的翻譯本 他亦是觀世音 我想告訴大家 佛經的翻譯這兩位人物 都是很出名的 河磨羅集就是舊譯 唐玄莊就是新譯 河磨羅集是偽進南北朝的人物 唐玄莊是唐朝的人物 唐玄莊去取西經 是在印度中精通繁文的 當時在印度中的辯論是全贏的 所以有些人說唐玄莊不是人 是讚美他 因為他是天界眾生 雙類似說他是天使 天神降世的意思 不是罵他 是讚美 所以唐玄莊因為他自己很熟悉凡文 所以他回來翻譯 他是逐個字對著翻譯的 有這個好處 就是很嚴格很精準 河磨羅集譯 河磨羅集是胡人 他拿著翻譯本 因為胡人的中文很有限 所以他拿著翻譯本 又在這裏讀 又在這裏說 接著有個人不售 不售就是做筆記 即是紀錄 又說完做紀錄之後 因為大家知道 口說的跟手寫有少少不同 所以不售完之後 就要潤色 口說的跟書寫文是不同的 這個書寫文是要文雅一點點雅一點的 所以不錄之後 就將會潤色 潤色之後又怕會走樣 於是把潤色本 又另一個崗位 把潤色本和凡文的本 再對 看他有沒有走樣 對完之後 其中有些詞彙 就是決定他譯過音 譯過義 好像波爺是解智 智慧的智 不是智慧 佛教智和慧是兩個不同的觀念 慧就是世俗的聰明 小巧聰明 而智大智大慧 就是佛教的悟空之智 這一類 智和慧不同 所以我說的是 波爺是智 是佛教的智 但是考慮到 如果說智的時候 一般人就想到 平時那個 我都很有智慧 這樣 使你不要這麼輕妙 讓你更多知道 所以波爺 就是不譯過 那個意思還是譯過音 所以又有 就是有些 繁語的專家 決定翻譯音 一、二 然後有些又沒有音 又沒有音 又沒有音 就是要另造新詞 好像佛教不是說 有違法 沒有違法 在鑄造新詞的時候 就不是報家的意思 去借用它 因為沒有這樣的 既有的觀念 既有的名詞 就唯有將它鑄造新詞 鑄造新詞的時候 另外又有一個 就是語文學家 究竟這個詞 使用 又不合降 我想告訴大家 《溝摩羅集》的翻譯 翻譯一本經 有七至八個崗位 最後調整完之後 才拍版這本經 才正式完成 所以我們作為中國人來說 很驕傲 很有福報 有很多的佛經 它的繁本已經沒有了 因為十一世紀 十三世紀 這個伊斯蘭教入侵 這個印度 毀滅了佛教 全部燒了經 斷斷續續有些殘本 有些部分就有 對回來的時候 再對回中國人的翻譯 哇 真是神妙 現代人的翻譯 我也有看現代的英文翻譯 那些憑一個人的翻譯 的功力差很遠 唐元璋留學了在印度裏面 他很精通繁文 重新把它翻譯 一字對一字翻譯 我們如果讀《心經》 就讀唐元璋的翻譯 很奇怪 不是本門也是的 大家上一堂聽我說的時候 讀《妙法蓮花經》 我們讀的流行本就是讀 《溝摩羅集》的翻譯 唐元璋也有翻譯到 他的《妙法蓮花經》就叫做《正法花經》 但是你也沒聽過《學方讀》 但是每個人都讀 他都是讀《溝摩羅集》的《妙法蓮花經》 《信雅達》 當然不像唐章一樣 逐個字逐個字很嚴格地對 逐個字很嚴格地對 逐個字很嚴格地對 有個好處 就絕對不會失去意思 他的不好處 有時候不知道要說什麼 如果大家 因為我們現代人 有沒有看過英文翻譯 叫做中文的書 有些中文翻譯 你明知要照英文句式翻譯 因為大家都讀過英文也知道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直譯 嘯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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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嘯嘯嘯嘯嘯嘯嘯 唯嘯嘯嘯嘯都很不暢順 不是很清楚 但你用英文的句式來想 你就知道他要說什麼 要這樣 所以唐元庄 不是他本本經的翻譯 都流行 有些已經流行 那些繼續流行 現在這裡 所以告訴大家 其實觀智在菩薩也可以 觀智因菩薩也可以 這兩個都是 總之有個菩薩在這裡 要是觀智在 要是觀智在 要是觀智因 那現在這裡 多野波羅蜜多 就是分野佛阿密達 這個分野就是解釋了 是波羅蜜多佛阿密達 波羅蜜多佛阿密達 另外有個字叫佛阿密 看到嗎 是MI MI 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TA 看到嗎 或是TA美 就是名詞 Happy 的名詞是甚麼 Happiness 我們認識少少 英文的人 就知道 一看到ness 就知道這個是名詞 你認識少少 凡文 就知道這個TA 就知道名詞 這個MI 沒有了TA美 就是形容詞 所以波羅蜜多也可以 波羅蜜也可以 波羅蜜也可以 所以金剛經 聽著 你留意看 是金剛 波羅蜜 經 沒有個多字 你說少了個多字 一樣可以 還有 有時候你看 波羅蜜 波羅蜜 沒有了個多字 沒有那麼甜 變成一個生字 沒有那麼甜 變成一個生字 可以嗎 一樣可以 因為這個是 譯音 所以波羅蜜 有時候寫一個 蜜字 跟波羅蜜 蘋果蜜 是沒有關係的 首先聲明 這本經不是特別甜 沒有關係 純粹是一個譯音 所以寫一個生字秘密 一樣是可以的 所以波羅蜜 告訴你 波羅蜜 或者波羅蜜多 是什麼意思呢 舊時的翻譯 叫做道比岸 你看很多書都是這樣解釋的 古老的經典就是解道比岸 如果現代來說 真正的現代化的意思就是解 完全實踐 Fully actualized 波羅蜜多 完全實收 完成它的實收 完成它的實踐 叫做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形容詞 波羅蜜多就是名詞 波羅蜜就是 完全收佛教的誌 收這個波羅蜜 觀自在菩薩 行心波羅蜜多是 行心 行就是實收 就是實踐 心是一個深度 即是進行一個 很深度的 很深入的 來實收佛教的波羅蜜 是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 完成了之後 這兩幅就是老師的心經 和波羅蜜的觀音 就是贈送給社會公益去拍賣 這個留為一個紀念 接著就是 觀自在菩薩 行心波野 波羅蜜多是 照記五雲皆空 五雲皆空 五雲皆空 五雲呢 是元初佛教 早期佛教的專有名詞 來描述主體 雲呢 就是舊時的翻譯 五雲呢 就是唐元莊的翻譯 是精準一點的 五雲呢 就是溝摩羅集的翻譯 所以你讀佛經的時候 讀到五雲 即是五雲 一個是舊譯 一個是新譯 溝摩羅集的是舊譯 然後唐元莊那個是新譯 是精準一點的 它本身這個字 的溝就是解釋序二 它的內容就是 色、受、想、行、識 這個是描述一個主體的存在 是由色、受、想、行、識 這五個元素的積序 組合而成 而有存在 用佛教哲學來說 即是華 是用佛教的緣起的思想 來描述主體的存在 是因緣和合 五種元素的積序 而成我們的存在 就叫做五雲 為什麼五種元素的積序 第一是有色身 有肉物質的軀體 這個就是色 然後就是 這個是 受想的痕色 就是 這個軀體有感受的能力 想就是有思考的能力 痕就是有活動的能力 活動是整個軀體 活動也可以 你的心思意念 由無念而喜念 由喜念而識念 這個思維是一個痕情 亦包含在內 那叫做心痕 心就是精神境界 心理境界 整個身體去痕 又是痕 色就是了別 我們這個軀體可以了解分別 認知世界 這個就是由我們 就是一個 物質的主體 物質的身軀 物質的個體 然後由心理和思考的能力 來描述我們主體的存在 我們主體的存在 就由這五種元素 積聚而成 所以叫做五韻 再說一次 五韻是用原起 原生 原滅的思想 來描述 主體 個體的存在 懂得聽嗎 佛教最艱難的地方 很多名詞 佛教另一個艱難 那些人知道了一個名詞 是識受想人識 就以為自己懂了佛學 其實只是做了一隻鷹模 什麼叫五韻 當然懂了 識受想人識 那這個叫背書 我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下一個就是要知道 這是處理什麼問題 懂得聽嗎 所以不單止要知道 五韻即是識受想人識 我懂 這是什麼意思 你只是把那個內容背了出來 你每一個字都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不知道在處理什麼問題 一句說完 其實就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生命的個體 生命主體的存在 是原生原滅而存在 原消散就不存在 真正的意思 心經是要講空 空不是解什麼都沒有 我今天很正統地 很權威地 用梵文解空給你聽 不要在這裡胡說八道 我真的聽過那些傳道人 中學的時候 聽牧師說什麼叫空 人又老錢又沒有 老婆又走老 都胡說八道 當然不是這樣 人又老錢又沒有 老婆又不走老 怎麼會空呢 還要養多一個更慘 對不對 所以老婆不走老才慘 你都不懂的 說笑話 空不是這樣 正統的解釋 空就是 梵文孫雅 看不看又有TA 大家明白嗎 孫雅 就是形容詞 空的 孫雅 這個就是名詞 所以我們有時候 作為現代人 學小小梵文是有益處的 到中國後來的科學太成熟的時候 怎樣分別孫雅和孫雅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學英文過 都知道一個叫形容詞 一個叫名詞 很容易了解 就是TA代表名詞 後來翻譯做空性 這就真是大件事 前輩那些 懂得梵文那些 就知道空性 只是指教名詞 但是到後來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不懂梵文那些 都不知道空性 就說空的本性 空的特性 就越解越多 相對他們 這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懂梵文那一輩 他們就不會解錯 但是當大家不懂得梵文 不知道那個語言的根據 就會解多了 當然沒有那麼好 聽著空不是解什麼都沒有 空是解非有非無 就是無體有相 無體就沒有本體 就有形相 那麼非有非無呢 它非有永恆不變的本體 懂得看沒有 就是說我們的存在 我們的體 不是永恆不變的存在 這個是一個描述的事實 是不能真變的 這個顯示現象 那個是沒有一個永恆不變性 然後非無 我說它不是永恆不變 不是說沒有存在 不是說虛幻 所以非無是非無現象形相的存在 你有沒有存在? 有 我有沒有存在? 有 但是是不是永恆不變的存在? 不是 我雖然跟你都不是永恆不變的存在 但是我們在此時此刻此地 都是存在過 同意嗎? 怎樣證明? 捉得到摸得到 不是虛幻 不是一個幻影 這樣非有非無的狀態就叫做空 從今以後解空的時候 簡單的解 空是解非有非無 非有就是非有本體 非無就是非無現象 這個就是最精準的解釋 所以那些英文翻譯 翻譯都翻不了 什麼翻譯叫做empty 佛教當然不是空當然不是empty 那個是虛空 又翻譯叫做void 這個字都是怪怪的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都隨便單 就是我們中文這麼高檔才能翻譯出來 其他那些低等民族的文化 通常都翻譯到 尤其是英文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講一下英文呢? 因為我們習慣了 由小給他就是洗腦洗腦大 這個是解不掉的 我都會懺悔的 好 接著 聽清楚了 五穩解空 其實五穩就是空 知道嗎? 我解了 穩是解積聚 積聚的意思就是說 你五種元素 積聚在一起 就有它的存在 你五種元素消散 就不存在 是描述個個體 描述個主體 描述自我存在的真實情況 是非有非目的狀態 知道嗎? 所以五穩解空就是顯示生命主體具備變化性 這個通過非有非目的演繹給大家看 它有具備變化性 所以你能夠觀照到五穩解空 就道一切苦壓 為什麼? 因為人沒有受過這個無常變化的教育的時候 很多時候面對生命的變化是接受不到 而且是很痛苦的 你有沒有留意你小時候 很可愛的童年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現在都不是很想照鏡嗎?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小甜甜 經常都有兩條很可愛的媽邊 我保證她小時候 一定是人見人愛 就插了兩條媽邊 心理學上叫做反祖現象 回到童年的時候 被人愛吃的時候 所以她的另一半沒有了之後 沒有了人愛的時候 就渴望回到最被人愛的形象 所以就變成了小甜甜小可 小可愛 所以我告訴你現在的髮型 跟你以前也有關的 從三十歲的髮型到現在都沒有改過 又是回到童年那一套 你可否承認現在是沒有以前的髮型 不承認就很痛苦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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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